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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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她 要不赶紧把她轰走吧 对待顾客要有足够的耐心和诚心 你去忙吧 唐元真乖 一会儿让大夫给你好好看一看 打一针就不烧了 你好 女士 你是 我是这家医院的院长 刚才小贤大夫已经把您的情况跟我说明了 我们呢 也给她制定了一套详细的治疗方案 只不过 唐元的情况很不好吗 她 还有没有救啊 她 她不就是发个烧吗 怎么就没有救了呢 怎么会呢 女士 您千万不要激动啊 她的情况非常好 只不过是我们医院啊 现在没有药了 没有药了 那怎么办 我知道一个地方 一定有药 真的 脾胃虚狠 慎阳虚衰 进来 陈大夫 您来一下 等会儿啊 不行 陈大夫 有急事 快 快 快 干嘛神明熙熙啊 什么命啊 说不好 是狗还是猫 说不好 总之你看了就知道了 医生怎么还没来呀 你好 我就是大夫 大夫来了 患者呢 你 不是我 是她 她叫汤元 大夫来了 汤元有救了 汤元乖啊 坚持坚持 马上就好了 来来来来来 汤元 您好 汤元乖啊 来 好了好了 阿姨 阿姨 您的意思是 喜宠那边没有药了 才把您 推荐到我们这儿来了 对啊 我就知道又是那帮家伙 我跟他们收到收到去 干什么 干嘛呀 先把眼前的事解决 你别再结外生枝了 怎么解决 都已经是这样 这得送起身病院的 汤元就是发烧了 又不是脑子不好 为什么要送精神病院啊 不不不 阿姨 我不是那意思啊 我不是说那个 我说她 你再不听话 我就送你去精神病院 怎么着 好啊 好 老陈你少说两句 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要找出汤元的病因 进一步做警察 还真的有点热 对 对 她这个额头怪烫的 姑娘 你们摸错了 是汤元的屁股 阿姨 他们俩刚才测的是肛温没错 肛温 那就好 谢谢医生 谢谢医生 要不这样吧 小温 先给她做一个血肠规检查 要是不是细小 就先打个消炎针看看 嗯 有 姑娘 你干 你干什么去 我 我带汤元去检查检查 抽个血化验一下 好对身下药吧 你就这么抱着啊 她现在病得这么重 你不得推个小车什么的把她送过去吗 哦 阿姨阿姨 推推推推 推推推 必须推 来阿姨 阿姨 阿姨 车来了 这 这样行吗 阿姨 哎呀 这么凉 那汤元会冻着的 阿姨 我没有靠垫的 放上去就不凉了 好好好 这样行吗阿姨 别掉下来了 哎 放心吧 不会的 不会的 那我们带她去做检查了 嗯 放心吧 好 你俩推慢点啊 小心一点 慢一点 放快 是她有病还是咱们有病啊 大骗子 你干什么呀 这就是和谐社会教了你 我现在都想掐死你 你当初怎么跟我信誓旦旦的保证说 在同居期间 我不会跟田田怎么样怎么样 你们现在都开始交往了 我现在就去告诉爷爷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心内医生 你废了 等会儿 干什么 你不是也骗他了吗 我怎么骗他了 你跟他说你家里做什么生意的 做小生意 孤单寂寞缺乏家庭温暖 在开玩笑吗 如果你让田田知道 你不仅是我弟弟 你还是喜宠幕后老板的儿子 你觉得他会怎么想 你不要以为你这样说我就 我就晚点告诉爷爷爷 但是我跟他已经没有未来 我跟你更没有未来了 打骗子 等会儿等会儿 干什么 干什么 我们两个人很清白 什么意思啊 我们没交往 我们没在一起 那要是这样的话 你就还是我好哥哥 我们还是有未来的 好 你这个 但我会紧定了你 好 院长 化验结果出来了 您看一下 医生 唐元到底得的什么病啊 我初步地看了一下 应该不是细小和猫温之类的 所以给他打个退烧针 应该就没事了 好 好 不怕啊 唐元不怕 打一针就没事了啊 来 先消个毒 唐元忍着点疼啊 好 好了 不疼 真乖唐元 没事了 阿姨 要不让唐元留在医院 再多观察几天 让小温照顾他吧 阿姨 你放心 唐元很快就会没事的 您跟我借一步说话 来 阿姨 你喝点水吧 阿姨 喝水 谢谢啊 你们是谁啊 阿姨 我是小田医生 还记得吗 田医生 嗯 这是医院 对 阿姨 这是我们的宠物医院 您带您的宠物来看病 宠物医院 您忘了吗 唐元 对了 唐元病了 他发烧了 感染了 不是 他又死了 阿姨 阿姨 唐元发烧了 但我给他治好了 给他打了针 现在退烧了 没事了 对了 阿姨 你坐 喝点水 闺女 你是个好医生 你给唐元治病 我给你们钱 我有钱啊 拿着 拿着 不用阿姨 我有钱 不是 一百 两百 阿姨 真不用 阿姨 阿姨算了 六百 六百 您好 我的母亲得了阿姨海默症 如果她忘记了自己的名字和住址 请联系我 我真有钱 来 待会儿 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 没事 应该的 一百 不好意思 我接个电话 一百 没事 没事 张总 我 我这边家里有点事 一百 麻烦忙完了 好的好的 好 好 知道 给我吧 妈 咱回去吧 等我还有一堆事呢 走 小致 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刚来 我 我接您回家呀 接我回家 走吧 汤圆 汤圆去哪儿了 不是 汤圆去哪儿了 阿姨 您带汤圆来看病 我把它治好了 现在您可以把它带回家了 对 治好了 治好了 好好好 好 大夫 这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你们看那个 诊费怎么算 不用不用 不用诊费了 诊费没什么必要 病治好了就行 对吧 对 感谢 感谢 对 不病就好了 那麻烦走吧 走吧 走吧 谢谢啊 我送你 对了 你不得给汤圆 写个什么 就诊记录吗 写什么就诊记录 不用 对对 你看我这脑子忙 忘了就诊记录 我直接去写 别忘了 Las Oldias 汤圆 粑子 良 telescope 你写啊 你不写了 你猫还是猫 猫猫猫 猫啊 肯定是猫啊 对吧 阿姨 你说这 行 别 这猫是公的还是母的来着 公 你这人怎么连公母都分不清了 他们要刚做完结杂手术 当然是公的 对 肯定是公的 公的嘛 对 不好意思 我接个电话 喂 知道了 你帮我应付一下吗 我这边忙完就回去了 知道 知道 挂了 妈咱回家吧 没写完呢 不写了 回家吧 没写完我怎么走啊 写完再走 你别闹了好不好 在家我陪你也陪你闹 陪你玩都可以 你别耽误人家一时正常工作嘛 我 我怎么就闹了 唐元病了 我带他来看病 我怎么就闹了 你别听你的猫了 咱们在亚哥你没养过什么猫 怎么没养过呀 陶渊就在家呢 我这就回家找他去 这儿子也真是不容易 又要上班又要照顾他妈妈 真够折腾人的 这子女照顾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 像你小时候闯那么多祸 父母也没嫌你累赘嫌你烦 说得跟你没闯过祸是吗 别 他说养儿方了 那也得看那孩子是什么样子 你说我以后要是有个孩子 天天忙工作 一天到晚的见不着面 那我这孩子养人 我看不养 有什么区别啊 孩子还是要养的 就看咱俩怎么个养法 能行啊 老陈 可以吗 接着 有点东西 看你今天这精灵抖得还行 找你算着 你俩行了啊 别在这儿恶心大家 你来买干吗 我来买干吗 你怎么会不过 买干吗 你不可好 你怎么会骗 我来买干吗 你不可好 我来买干吗 你怎么回事 我来买干呢 你那我来买干吗 我来买干吗 我来买干吗 那我来买干吗 我来买干吗 你调干吗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怕啊 等会儿医生来了就会把你的病吃好的 咱们这一天干嘛呢这是 人家洗手干的如火如荼风风火火的 咱们天天陪着她玩 我告诉你 田霖宠物医院迟早有一天 会变成田霖静保院 什么呀 你呢 今天就还是按昨天那流程再走一遍 反正打得胜利眼熟 没成本 求你了 陈大夫 我们医院一把刀靠你了 好好好 快去快去 阿姨 阿姨 唐元又怎么了 阿姨 您怎么哭了呀 您 您这是怎么了阿姨 唐元 唐元 我这唐元快死了 阿姨 坐在您眼前的是陈医生 我们医院的一把刀 有他在 什么病都能治好 唐元肯定会好的 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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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陈大夫来了 放心啊 段姐 准备开始啊 退烧针 我要进去 让我进去 姐 姐 不能进去 他们在做手术呢 怎么 陈医生 让您进去 那您进去吧 进去吧 来来来来 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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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吧 进去吧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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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着急 不着急 有有有有 唐元 唐元 大姐 你别着急 姐 姐 你放心啊 我打一针那个强心针 一针下去 它肯定活蹦乱跳的 是不是 对对对 强心针 等着啊 你放心 你看着 陈大夫 这退烧针 我现在去拿一个强心针 放心 放心阿姨 别强心针 马上就来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阿姨 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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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陈 快 心肺复苏 快呀 来不及了 老陈 快 人工呼吸 赶紧 赶紧 人工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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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力用力 多吹几下 用力用力 把吹用力吹 你看 给客人做人工呼吸了 没事了 没事了 阿姨马上了 小铁匠来了 小铁匠来了 快快快 来了 来了 来来来 尝一尝 哦 推慢点哦 好了 来了 没事了 没事了啊 没事能讲 哎 阿姨你看 你看 康云他动了 他动了 是吧 对 他动了 我看见了 你看 没有啊 阿姨你看 是不是 好好的 你看他眼睛很急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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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像是动了 他活过来了 对 活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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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我问一下 那汤瑶之前 是不是动过什么手术什么的 还会发烧啊 他做过那个 结扎手术 没多久 就变成这样了 你看 找到问题的原因了 肯定这个结扎手术 没做干净 他感染了 所以他才发烧的 放心姐 交给我 文静 嗯 准备手术 检查一下血压 心率 这术前必须的准备 姐 汤瑶会好的 来 来 放心吧 今天 嗯 怎么样 都正常吗 正常 行 细除是麻醉 这是屁股 姐 别着急 这麻醉啊 得过一会儿 我们才能手术 嗯 所以一会儿呢 我给他手术 手术完肯定会康复的 你要不先出去等会儿 姐 你让我们陈大夫 拿医术精湛的 成千上百台手术做一下 来 你放心啊 要不我们 我们去外面等 不要妨碍他们做手术 阿姨 手术要做一会儿的 所以你在外面等 放心吧 不要妨碍 陈医生做手术 走走走 好好坐啊 没事的 当然没事的 我们去外面等 来 快点 快快 幸福了 陈大夫 我们在这儿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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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开始啊 演戏演全套啊 对 好 来 烫园会好的 来来来来来 姐 来 大夫 汤圆怎么样啊 汤圆 手术特别成功啊 来 汤圆 疼不疼吗 汤圆 姐 我问一下啊 汤圆上次做结痂手术的时候 那个 他有没有去舔那个伤口 然后没过几天 那个伤口留那种黄色的分泌物 对啊 他好像是老舔 也留了你说的那个什么分泌物 但那家医院 有没有给汤圆带那个 伊丽沙白圈 什么圈 那个圈啊 就是防止猫去舔他那个伤口的 带在脖子上 因为猫的嘴里呢 有很多细菌 所以他去舔伤口的话呢 容易导致那个伤口的感染啊 化膿什么的 好像没有 放心 这次我们给他带那个伊丽沙白圈 而且 他那个伤口化膿啊 感染的组织 我们已经切除了 你的汤圆很快就可以康复了 谢谢 谢谢大夫 别客气 文剑 带汤圆去打一针消炎药 好 您跟我来吧 好 谢谢啊 汤圆再见 放心了 谢谢大夫 别客气 别客气 您跟我来吧 谢谢 再见 姐 好 好 好 陈一芬 辛苦了 我很辛苦的 我戏眼这么好 很累的 赶紧给我按摩按摩 快点 老天 老天 我们再帮你 老天 老天 再给你撒个粥好不好 您 您 您的老天 再给你撒个粥好不好 您 您的老天 您的老天 再给你撒个粥吧 好 好 我脱 来 来 来 患者家属呢 还在门口等着呢 因为我给他说了算一样 为了一个枕头 竟然给他做一场手术 这种事情除了田林医院之外 真的没有别的医院可以做得到 你在嘲讽我吗 我在夸你 哪一个抱枕 都能如此地用心 更何况 一条生命呢 这还差不多 不过有件事我还是想不通 你说刘阿姨刚才的表现 似乎确有其事 但那儿子为什么要一口否认 家里曾经养过猫呢 说不通啊 你刚刚说他做的什么手术来着 结渣手术 这结渣我都是在课本里才见过的 现在主流的绝育手术 已经不用这种方式了 我大概明白了 明白什么了 你别急 这个事情 得打电话给专业人士问一下 喂 爷爷 我能问您个事情吗 关于结渣手术的事情 现在的丑屋医疗机构 基本上都不会做猫口结渣手术了 那种技术都是以前才用的 如今早就落伍了 结渣数后 公猫 往往还是会发情 而且 很容易造成干扰 那爷爷 您说的以前大概是多久以前啊 大概是二三十年前 我明白了爷爷 上次回家您怎么不在啊 哦 我让老韩带我去海南散散心 我也不能总窝在家里待着是吧 好 行 那我知道了爷爷 您注意身体 知道了 知道了 你忙你的吧 拜拜 来 听懂了吧 结渣手术容易造成感染 导致动物死亡 二三十年 汤圆会好的 马上就没事了啊 阿姨 汤圆这么可爱 你肯定给他拍过不少照片的 汤圆的照片 我想到哪里有他的照片了 找不到钥匙的时候打电话 电视不要看太晚 十点准时睡觉 加兰他敏九点吃 盐酸美金刚片十一点吃 哎 汤圆 汤圆你跑哪里去了 汤圆 汤圆你快出来呀 阿姨 汤圆在这呢 汤圆乖 十一点了阿姨 您该吃药了 好 给我吧 谢谢啊 我总是妄动妄息的 所以小智啊 就帮我在全屋 都贴满了提醒我的纸条 还帮我盯了表 盯住我按时吃药 小智啊 很乖的 就是有时候脾气不太好 总是凶我 他小时候不是这样的 那他小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他小的时候 可愿意待在我身边了 整天妈妈签妈妈厚的黏着我 太到人喜欢了 但是 现在 他太忙了 有时候晚上都不回来 阿姨 您能带我们去看看 小智小时候什么样吗 好啊好啊 我有他小时候好多好多照片 你想不想看 想看 你想不想看 你想不想看 想看 我带你们去看啊 坐坐坐 来 快进来 他小时候我给他拍了好多好多照片 来 你们坐啊 你们坐我找找啊 他有好多好多相册呢 我放哪儿了呢 这应该是放在 您放哪儿了 这个是吗阿姨 好像是这样 帮我找找啊 这个是小智啊 这个 这个是这个 你们看 啊 阿姨你年轻的时候这么漂亮 是个大美人 哪里啊 太会说话了 这个是他 长第一颗牙的时候找的 这是他第一次 学会走路的时候留下的 汤圆 小智 汤圆 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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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怎么说 可爱吧 这还有 你先这样 你先拖住客户 我这边事情处理完了 就回公司 好不说了不说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妈给你们添了这么大麻烦 嘘 你看看 他小时候多可爱啊 胖乎乎的 你看这张 是小智四岁生日时候照的 那他怎么看起来 还有点不高兴呢 新买的一套衣服啊 刚穿上 就把裤子给蹭破了 能高兴吗 你看我叫你不要乱跑的 抓紧妈妈 你就是不停 睡了吧 快哪里疼 告诉妈妈 妈妈 我腿疼 没事啊 小智乖 妈妈给吹吹 小智就不疼了 怎么了 妈妈弄疼你了吗 骨子破了 一会儿照相怎么办啊 没关系 妈妈有办法 妈妈 你的这块布 是从哪里来的呀 是从妈妈的衣服上 剪下来的呀 来 你看 缝得好不好呀 妈 缝得真棒 真好 嗯 关于汤圆 你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吗 这个时候我才几岁 我真不记得了 可是你妈妈 对你所有的事情 全部都记得清清楚楚 你看这张 是小智第一次骑三轮车 骑得可快了 那会儿啊 她才三岁 大院里的孩子 都没她骑得快 还有这张 是跟邻居家小妹妹一起拍的 这个玩具枪 是她过生日时候买的 你看她拿的样子 是不是很有意思 好可爱 汤圆 汤圆去哪儿了 阿姨 汤圆呢 汤圆呢 汤圆在外屋呢 您放心 我刚才进来的时候 她就在外面呢 再就好再就好 小智小的时候 最喜欢跟汤圆玩了 上幼儿园那会儿 每天都有小朋友 来家里找汤圆玩 小智可开心了 可是 后来汤圆病了 小智也长大了 她也不再黏着我了 她整天就忙着工作 忙着打电话 回家 回家以后 也没有时间跟我说说话 我 我只能跟汤圆说说话 还是汤圆乖 可是 她又病了 阿姨 汤圆去哪儿了 我去帮您找找 汤圆应该就在外面 您别担心 我去找找看 话 庸 min нc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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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cm entities 我妈现在对你的记忆 一直都停留在你很小很小的时候 可能你已经不记得了 但是阿姨她 到现在都没有忘记 对你妈妈来说 也许那段时光 是她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候 所以无论如何也不会忘的 我妈她 中毒老年痴呆 医生说了这种病 是不可逆的 即使是吃药也只能延缓 脑神经细胞衰老的速度 进口药柜 我没日没夜的工作加班 也只是想 给我妈妈用上最好的药 让她的病情恶化得慢一些 你又是她 哪怕多记得我一天也好 李先生 比起不确定的未来 好好地珍惜把握当下 也许是更要紧的事 比起治疗 可能你妈妈更需要亲人的陪伴 你目光从没有繁杂 只够将我一人装下 我千百次被你融化 却不知如何表达 我只能抱紧你啊 如今你还在无所谓 小只乖 小只不要怕哦 扣子破了不要紧 妈妈给你补好了 就跟新的一样了 啊 小只最乖了 还是 那 汤芽在这儿 啊 汤芽啊 汤芽乖 汤芽不要乱跑啊 汤芽最听话了 汤芽不乱跑啊 汤芽和小只都是妈妈的乖宝宝 妈 对不起 小只怎么哭了 小只别哭啊 只欺负你了跟妈妈说 妈妈保护你 小只不用跟妈妈说对不起 裤子破了不要紧 妈妈给你补好了 就跟新裤子一样好不好 妈妈再带你去买新裤子拍照片啊 小只乖 哎 哎 汤芽 汤芽 我的呼呼就也会笑 哎 汤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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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芽乖啊 汤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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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成为绿川在福城第一家 淋巴流靶相药试点医院 本次比赛呢 分为预赛跟决赛 预赛里面呢 保定 缝合 处方 单向美容 决赛里面呢 三大项 宠物全面美容 宠物医疗知识精彩 模拟内科临床考核 那这次比赛有几个人啊 三个人 那行 我 老陈 还有田田 杀人够了 当然 这次比赛的重要性 我就不用多说了 我们要为了成为市领医院 全面的努力 沈总 我打断一下 那如果这次田林得了冠军 是不是我们会有些什么 我知道 我知道 工资全员上涨40% 奖金翻倍 田雨晨 你怎么了 那个 预赛跟决赛 都有美容这块 我怕拖大家后腿 哎呀 不会了 你现在技术可是比原来好很多了 你知道吗 好多老客户都当着我的面夸你呢 就是 很多人冲着你来的 别谦虚了 过分的谦虚就骄傲啊 我们还等着你带我们飞呢 对 你是一哥 有一个人曾经说过 有信心不一定会赢 但没信心一定会输 加油 你看大家都支持你 都看到了你的进步 你要有自信 知道吗 而且如果这次试点医院 我们拿到的话呢 我会扩大规模 增加更多的人员 这呢 只是我单方面的想法 接下来呢 还有一件事情 要交给田园长去做 田园长 说两句啊 沈远姐 我要说的呢 刚才都被沈总说差不多了 大家就为了工资 奖金翻倍 为了咱们田林的未来 一起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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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园 必胜 田园 必胜 加油 你目光从没有繁杂 你目光从没有繁杂 只够将我一人装下 我千百次被你融化 我只能抱住你啊 我只能抱紧你啊 如今你还在我身旁 一同穿梭时间熄绕 总会有一天 我要被整个世界彻底遗忘 无留迹象 只有你还记得 我模样 我模样